上一次上的 有没有去消化了一下 因为东西比较多 也比较难一点 因为那基本上 就是沈冠林老师的文章 好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 确认诉讼的一个样态 还没有讲吗 因为他的这一 他比较没有生意 也比较不会考 他如果要考 他就是考选择题 所以就也没有什么 什么东西好讲 就是最后一个 就是确认证书的真位 确认证书的真位 那一样 确认证书的真位 是第三种 确认诉讼的一个 他一样的类型 好那一样 他必须要有确认利益 他必须要有确认利益 好这里的问题点 会在于什么叫做证书 什么样才可以叫做证书 而成为确认诉讼的课题 一样啦 还是要回归到老话一句 确认诉讼不是让你 随随便便就可以来提的 我今天可以确认一本日记 本为真实吗 或者是确认一张纸上面 写的内容是真实的吗 这样子可以吗 或者是某个字条上面的记载 这样子可以吗 这个我们当然不希望 诉讼资源被无端的烂数吧 我会希望你所要确认的这个课题 具有一定程度的法律上效力 对吧 你才有利用诉讼资源的必要性 你才有利用诉讼资源 让法官来帮你评断 这个证书是否为真实 这样子 好所以你这样就可以听 你就可以感受到说 确认证书它一定会有限制 它一定会有课题上的一个限制 好 来确认证书真位 是法律上例外允许以事实 作为确认诉讼的标的化起来 事实的部分 那其实在第二种态量 确认法律关系基础事实 这个也算是事实的一种 其实我跟你们说 就是我们上次叫第二个 确认法律关系基础事实 在以前其实确认法律关系 就确认诉讼只有两种 一种就是确认法律关系 一种就是确认证书的真位 以前只有这两种 所以呢 事实是不能成为确认诉讼的样态 那所以这一段话才会去讲说 法律上例外允许作为证书 用证书作为事实 成为确认的一个课题 但是后来 那个修法了之后 修法之后 其实第二种确认法律关系基础 是确认公老师这个排系定出来的 所以其实第二种确认法律关系基础 是为什么我们上一堂课 都会讲到这么多的争议 就是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在讲什么 因为他算是比较晚性的东西 他比较近代的东西 而且传统学说上 或者是台大以外的人 根本就不认可 就是事实成为样态 因此呢 我们在第二种状况的时候 为什么争议这么多 就是因为台大以外的 其实是不认同这个 确认法律关系基础事实 所以他才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正反两说 那为什么后来沈冠言老师跳出来说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确认利益 他就对确认利益有其他的一个解读 当然就是必须要帮他的老师讲话 他觉得说 这个确认法律关系 基础事实 都会有他确认的一个必要性 那这是我们明文规定 基础事实也可以成为确认的课题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立法 可是呢 究竟要怎么分类呢 那这个其实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说 我们开放基础事实 可以成为确认的一个课题了 我们还是要看确认利益 所以请大家把重点放在确认利益 这就是沈老师 去帮邱连工老师的一个说辞 因为他是他的图子 就是他在台大底下 也算是就是 就是台大帮的一环这样子 好 那在通说上 就是说台大以外的一个看法 就是会觉得说 以前就只有法律关系 要么就是证书的这位 好 所以后面才会再讲说 不得以此而类推适用认为 得确认其他的事实 看到这一句话 你就知道这一定是台大以外的人 他才会去有这样子的一个论述 好 再来证书的一个内容 如果能证明法律关系者 这该证书就会有十亿 这句话就很重要了 为什么 因为他 就回到我刚刚讲的 确认诉讼他必须利用司法资源 必须让一个法官来帮你去做判决 来去评断 这个文书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你就必须要有十亿 如果只是一个情书呢 如果只是一个家书呢 爸爸对你的尊尊教诲 或者是写给感谢老师的一封感谢信 你说这确认这干嘛啦 你干嘛去找法官 法官忙耶 那个台北地医院这边都已经爆量了 那你还这个 确认这个没有意义的东西 不是没有意义啦 就他们有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实义 所以我们会限说在 限说在这个证书的内容 必须要是能够证明某种法律关系 好 这个证书他才会有十亿 所以接下来你们看到的文书 他都会有他法律上的意义 比如说 比如说下面的公司章程 我们直接看到数第二行 公司章程有没有法律上的意义 当然有啊 公司章程他就是一个 这个公司股东 跟这个董事应该要去遵守的内容嘛 契约有没有 契约有啊 啊还有什么 大家的规约 规约也是一样 他是法律上名文的一个文书 票据废话 他有票据法 他有票据法律关系 契约遗嘱 所以你画 你这边画起来 你就会看到 他的文书的内容 他都会有法律关系 也就是法律上的一定的权利义务 法律关系的法律上效力 所以这边画起来 自己上面写 具有法律上的权利 义务法律关系的法律上效力 那后面这些文书呢 什么 诊断证明啊 账册啊 家书啊 这些呢 就像你今天是个账册 是个日记 是个家书 诊断证明 他其实内容上并没有所谓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 其实没有的 他就是一个将某种记状的事实写进去 或者是说医生他亲眼看到的这个病状写进去而已 他其实并没有像我们刚刚讲契约 他这个契约一旦成立会有权利人 会有义务人 他会有一定的战权交流关系 这个就是报告文书跟我们今天可以做的一个证书的一个差别点 所以请务必这边要注意 因为选择你会考 选择你会问你说 这个可不可以作为这个确认的一个表弟 他通常会考你的是账册啦 商业账簿啦 这一些的 或者是医师诊断证明 不行 如果要说医师诊断证明啊 或者是商业账簿啊 他在我们法律上的地位 在我们民事诉讼法上的地位最多啦 他就变成是一个证据方法上的一种 叫做文书 所以他只是一个 他是一个证据方法 可是他并不是一个确认诉讼的课题 好 那票据契约遗嘱 他们是我们这边的确认的课题 可是票据契约遗嘱也有可能 同时他也是证据方法 他也可能是 比如说我要证明我们之前有买卖关系 所以我拿出了一份契约来去做证据 所以他有可能会是证据方法之一 有可能 而同时他也可以是确认诉讼的表弟 这是法律上的文书 旁边右边这边的报告文书 一是诊断这边 它不能成为确认诉讼的课题 可是它可以成为证据方法中的文书的 就是这个证据 这样子 这样就比较清楚了 好 来看下面84台上982 发现就好了 确认证书真伪之数 为民事说法247条明文 而确认证书真伪之数其标的一线 以证明某法律关系存在之证书 无论伪造变造皆因以证明法律关系存在 其请求确认之前提 请求确认之前提 如该证书非证明某法律关系存在的字 不许当事人任意提起证 确认证书真伪之数 好 再来 这里的确认的内容 就是它确认的是什么 确认是什么东西 这里只会确认到底是不是制作民意人所制作 这就是你刑法上的伪造文书的概念 刑法上伪造文书的概念 也就是说这份文书 比如说这个契约 到底是我签署的 如果是我签署的 那它就真实了 那它就真实了 可是如果不是我签署的 那就 那就是伪造的 那就这个证书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这边确认证书的真伪 只有确认在是否为制作民意人所制作的 所以来看到这 二四五页上面这一段的第三行 证书真伪是指制作 制作证书名义人是否为真实 而非证书的内容是否真实客观 什么叫做制作民意人是否真实 跟内容是否真实客观 其实很简单 用你接待契约来讲就好了 接待契约呢 接待契约假设今天我们的这个契约上面写着 以向甲借100万 以跟甲签名 这个是一份借贷契约 好 那当有了这份借贷契约之后 就真的有民法借贷法律关系吗 有吗 不一定啊 因为你民法借贷法律关系 必须要有借款的交付嘛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这份文书 确实是以跟甲两个人所签名的 确实是签名的 可是其实两人没有要借贷的真实意思 那这样子 借贷关系存在不存在 借贷关系不存在啊 对不对 但是这份文书是真的还假的 真的 这份文书是真实 只要你是你们两个签名的 确实是亲笔签上去的 自己去盖印章的 那就算真实的 如果今天是丙 就伪造了 盗用了 盗印了 以的印章的话 或者是盗签了 那才叫做 不真实 所以确认这个文书的内容 不在我们确认的范围之内 我们并不确认你们借贷关系是否存在 我们只确认这份文件到底是你们两个签的 所以要做的是笔记鉴定 然后做的是笔记鉴定 或者是印章的这个比对这样子 好所以我们确认是确认下面这两个 是否为 有 伪造 是否有被伪造 这样子 签名是否有伪造或倒印 或倒盖 这样子 好 我们会把下面的这个真实 叫做形式上真正 这个我们叫做形式真正 上面这一种 它的实质内容到底是真还是假 到底有没有这个接待法律关系 或者是它是通过确认表示 这个我们叫做实质真正 这我们叫实质真正 好 要判断实质真正的前提为 形式真正为真实 所以要记得 形式真正如果真实 才会进入实质真正的判断 如果形式真正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这是被伪造的 它就不会进入实质真正的判断 不进入 好的吗 废话 你如果今天这份文章是被伪造的 还需要判断实质真正吗 那一定是假的嘛 对吧 所以一定要视形式真正为真实 才会进入到下一个实质真正的判断 如果形式真正不真实的话 就不进入实质真正的判断 所以这是两个层次的概念 好 记得我们的确认诉讼 只确认这里而已 我们只确认这一段 我们只确认这一段 上面这个 不确认 我们不确认 如果你要确认上面这个 你要打的叫做确认甲乙两人的 借贷法律关系存否之数 你要打的叫做确认法律关系之数 而不是证书的证位 下面这个才是证书的证位 法律关系是上面这一个 好 所以这就是还好啦 选择题会考虑 好 下面这些是一些比较 就是246页 比较特殊的 特殊的一个 一些内容 第一个 246页 第一个 确认遗产分割协议书 遗产分割协议书无效 好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 引领是台上145 确认之数包括确认法律关系 证书真位跟基础事实存否之数 好 本件上诉人请求确认细征 协议书无效 究竟是哪一种 好 如果是确认法律关系的基础事实 有无不能提起他诉讼之事 原审没有采明 尽为裁判所建行程序 已有未恰 这件事情是告诉你啊 这个案子他去确认了遗产分割协议书无效 他到底是哪一种确认诉讼的样态 他是确认文书吗 他是确认证书真位吗 不知道 还是他是法律关系的基础事实 不知道 我不晓得 在你不知道的前提下 你要怎么样 阐明 你要进行阐明的动作 来去明确说 到底原告你起诉的标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他才会跟你 这个最高音才会跟你讲 因为原审没有搞清楚 他到底是哪一种 因为如果你是基础事实的话 就已不能提起他诉讼为限 然后你还要再去审酌说 这个他诉讼有可能会是什么 有可能会是什么 好 再来第二个 确认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决议不存在 好 他说 话先就好了 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决议是否不存在 无效为法律关系 基础事实 好 你看这里他就写说 这里是基础事实 但是也有其他 也有其他人会认为说 决议是属于法律关系 也是有 好 区分所有权人人的 就该决议所生的法律关系 本身 所提起的他诉讼 不得请求 确认会议决议不存在 或无效 为审判长 依相看说明 人应付 产名 依相不得敬以原告 无受 确认判决的法律上利益 唯有 予以驳回 好 他跟你讲的 就是说 因为这个法院 他觉得 他觉得区全会决议是基础事实 所以就也不能提起他诉讼为限 然后就必须要看这个 这个决议里面 他到底决议了什么内容 可能是某个厂商的合约 什么招标合约 有可能是委任 哪个经理人 然后委任哪个物业公司 等等的 那就要以该法律关系为 确认诉讼的一个标的 因为这个 这一个最高院 他认为它是基础事实 但是你不要 你还是要记得 也是有其他的一个 实物见解跟学生见认为 确认这种区全会决议 或者是股东会决议 国外委会决议 这个是法律关系 也有一说 也有一说是这样认为的 好 再来 247 信徒大会决议无效 他说 原告体理确认法律关系基础事实 你看这个也是觉得 它是基础事实 信徒大会 所以不能体理他说的危险 但如果可以利用 同一道程序体理他说的 审判长因缠名字 所以又基于这个因缠名 而在驳回 好 这是民俗法247 二项三项的一个规定 好 产面的注重在于 有助于上述人 是否有得体理上述人 而不能提起这发现 审判长输于此 像产面用手这件的程序 自难为无重大瑕疵 好 所以如果今天他真的考你 这样的一个确认诉讼 你一定要两说并成 一说认为它是法律关系 一说认为它是基础事实 如果认为是基础事实的话 就要带进产名 如果没有产名的话 那就是判决被法令 那就会成为上述第三省的理由 第三省就应该要废弃发挥 但是你第三段你就要写说 但是沈冠林老师 也不要说沈老师 就是说有学者见解认为 这种到底是法律关系 还是基础事实的一个法律上难题 这个不利益不应该交由当选来承担 况且这个 还记得我们上一堂课不是起来最后面吗 况且这样子的一个法律上难题 并不会去影响这个判决时期内容 所以因此不应该要把这个程序的一个不利用 加诸于这个当事人来去负担 那你就要写后面那一说 就要纵然要认为 这个决议是所谓的基础事实 但是到了第三省 发现也不宜将之发挥更深 所以记得写 肯丰梁说 法令关系说 基础事实说 然后这个实物见解 然后最后再写 生老师学者意见 纵然认为基础事实 也不宜发挥更深 好 再来 这里也是蛮 这个也是蛮特别的 像最高院109年台上2958号 好 他说123 第三号好了 所以法律关系 人跟人或人跟物之间的法律关系 像是你民法的物权 绝对权或相对权 都可以成为权的一个表地 单纯的事实或状态 并不是法律关系 好 他说对公司或其他行李事业的经营权是指 基于某种法律关系 得以控制事业经营之权力 只是一个事实状态 其所由生的出资股权委任 或其他法律关系才是法律上所保护的权力 好 那所以他这一件到底确认了什么东西 来我们来看 倒数1234567 第七行 上述人声明求为确认被上述人对林照相馆的永久经营权不存在 好 到底什么是永久经营权不知道 所以呢 原审法官呢 就在准备程序跟当事人 阐明 发问小玉 经营权到底是什么 营业权你到底就职为何 经营权得否也出入的表地 有没有争执 就此点在就是令当事人为法律上的一个陈述 那这当事人还是据此阐明 以延迟书状 完祖表示一件号 由生名以永久经营权存否知事实为本件标的 自非有据 好 他在讲的就是说 什么叫做对这个林照相馆永久经营权不存在 不知道啊 他是一个基础事实吗 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就职为何 不清楚 不明了 那这个承判厂他就进了一个产名义务 他有问到底什么是找 什么叫做经营权 能不能是确认了标的 有没有争执 他都产名了 可是呢 双方当事人他还是不跟正 不跟正那很抱歉 我还是可以判决驳回 这程序上驳回 好 再来的话 二四八页这边其实有讲过了 就是 其他类型的一个确认诉讼是否是也必须要以不能提起他出送为限的一个补充性要件 我们说有肯否两说 否定说就文一解释 很简单 肯定说呢 他认为基于分争一次解决性跟适用经济的要求 如果原告向能因其他的一个起副行程之处解决分争 无体欠值必要 其欠缺权利益 他的说法是 好 这边为什么会讲欠缺权利益 我们下一次教你 确认利益跟 补充性 我们上次分开来 对不对 好 那补充性我们就列一针点嘛 对不对 那其实 有一些传统的见解 他会把确认利益 应该说他会把补充性的这个要件 放入确认利益里面 所以为什么这一段话才会跟你讲欠缺权利益 那是因为这一派的学说 他把补充性的这个要件 纳进了确认利益里面 等于说确认利益就变成说 在传统说法就会变成什么 这个主观上对方否认 对方有争执 法律上地位不安全 然后那个判决除去制 再加一个补充金 这个是他们的确认利益 有四个 这是传统说法 但是呢 其实我们为了要讲课更清楚 我把它分开来 因为其实 现在的 现在的学说见解 确认利益跟补充性 确实是且开来的 只是以前还是有一些学者 把补充性是丢进 丢进这个确认利益里面 有附带跟大家讲一下 好 来类型有积极确认之数 跟消极确认之数 很简单 这个积极确认之数指的是存在 比如说买卖区会存在 接待区会存在 消极确认之数就是不存在 就买卖区会不存在 接待区会不存在 就这样 很简单 好 确认判决的一个效率 很简单 都只有确认的效率 这也不用讲 如果是不论是原告胜 原告败都只有确认的效率 而无执行力跟形成力 积极确认之数 或消极确认之数的败数 好 积极确认之数是什么 确认存在 对不对 积极确认之数就是存在 消极确认就是不存在的败数 不存在的败数 那就是存在 所以这个该判决内容集 为确认法律关系存在 我这逻辑问题 你再思考看看 好 再来积极确认之数的败数 就是存在 对不对 积极确认之数的败数 那就是存在的败数 那就是不存在 我们就这里上面写不存在 消极确认之数的败数 消极确认之数就是 消极确认之数就是不存在 不存在的败数 所以就是这个法律关系 是不存在的 对不对 所以该判决的内容集 确认法律关系不存在 好 所以这个正负之间 正正负负负负负正正 这个点我们自己 在 在 应该可以啊 这逻辑不难 不然就倒带 倒带再停止就好了 好 好 下面这个沈冠林老师的一个看法 那这个我们已经教过了 过去跟将来的确认之数 好 然后 形成之数讲过了 好嘞 看到254页 好 我们要来讲一下混合类型 就是比较特别的混合类型 其实有些都之前教过了 好 第一个是分割共网物之数 好 裁判分割共有物之数 所以自己写起来是裁判分割共有物之数 好 他说本质是非诵事件 什么叫非诵事件 非诵事件就没有诵真心 你说老师可是这个分割共有物 只会没有诵真心 大家还不是炒饭甜 一个说到那样割 一个说到那样割 好 他自己讲的非诵是指说 大家对于所有权这件事情 不争执 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三分之一的属我权 这件事情彼此都不争执 我们只是争执分割方案而已 所以他才会被归类为非诵事件 可是他其实是有诵真心的 好 所以这个我们 这个有学者会把它叫做非诵事件 诉讼化 因为它本质上是非诵 可是因为有诉诵的一个性质在里面 我们对方案的部分还是有 也是会吵架嘛 所以就把它诉讼化 所以本质上呢 两兆对于权力义务的一个存否 其实是不争执的 也就是说针对所有权 以及所有权的比例 其实是不争执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 所有权的一个前提下 的其他请求 而请求法院对质裁量 其实就是分割方案啦 学者将此类说 称为形式的形成诉讼 形式的形成诉讼 因为它也是形成 殷袭借用非诵的法理 非诵法理划起来 好 他借用非诵的法理的概念是说 他会不受到原告诉之声明的拘束 好 法院的判决会受到原告诉之声明的一个拘束 这是受到处分权主义的一个规制下 所产生的一个原理这样子 好你要嘛就是肯认原告的诉之声明 那就判原告白诉 你要嘛就否认原告的诉之声明 而原告无理由判决驳回 你要嘛就是肯 或者是部分肯 但是你也要在原告的诉之声明范围内 比如说100万 请求消费借贷100万元 你只能在这100万元里面判决 你不可以说 可是我觉得债券有120万 所以多20万给他不行 因为现在受到处分权主义的一个拘束 对不对 我们处分权主义的第一命题 他的起诉的决定 起诉的范围 这个由原告自己决定这样子 好 所以你要嘛就判他胜 要嘛就判他败 你不可以超过这个范围 那什么叫做声明的不拘束呢 不受到 如果今天原告 我的数字声明 是裁判分割共和物 我要求要A方案分割 假设我甲跟你两个人 共有这块土地 我的A方案就是从中间分 我要拿左边 乙拿右边 这是我的A方案 同时呢 在个案中 乙也会提出他自己的方案 乙可能觉得我要这样分 甲拿这边 乙拿这边 这样子 B方案 我们所谓的 法院他不会受到原告 诉之声明的拘束 是在于说 如果今天法院觉得 应该要有C方案 比如说变价分割 有可能啊 他 你看哦 他内心觉得是C方案 是不是跟原告的数字声明不一样 照理说 如果法院心里面的判决 跟原告的数字声明不一致的时候 如果是受拘束 那就应该要判决驳回 如果你的内心也是A方案 你看 所谓的受拘束就是 如果我内心心里的想法 跟你原告数字声明不一致的时候 我就应该要驳回 这个代表我受到你数字声明的拘束 下面的不受到拘束的意思是说 当我内心是C方案 而你的声明是A方案的时候 我不可以驳回你 我要依照我的内心 C方案来去下判决 我也可以采认被告的方案 也可以 只要我内心觉得B方案 是公平合理的 我也可以走B方案 所以我不会收到当事人的一个 数字声明给拘束 所以这叫做刑事的形成之数 那为什么它是一个形成之数 因为它会在判决确定的当下 直接产生物权分割的效力 所以它是一个形成诉讼 所以它是一个在你明法里面 七五八是不是 七五八的还是七五九 法院因为法院的判决 而导致物权变动的 是指这里的形成之数 法院它借用非诵法理 所以法院对只有高度裁量权 不受到原告数字声明的拘束 因此法院可以不采纳两招分割方案 得以自己认为合适的分割方案为判决 还有就是因为它自己具有高度公益性质 非诵法理通常会具有几个特性 第一个高度公益性 第二个它通常会有迅速的要求 第三个不受拘束 不受声明拘束 再来就是无诵真性 这几个会是非诵的一个特性 这样子 它这几个会是非诵的一个特性 所以这边它会 这边我们的非诵事件诉讼化 它就会借用部分的法理 比如这边有部分的公益性质 所以法官要做一个公平的裁量 怎么样分才会对两招是公平的 怎么样分对这个土地的利用经济价值会更高 怎么样分对周招会更好 所以它会有更多一点的考量 这跟一般的诉讼不一样 一般诉讼我只要考量你们两个就好了 可是非诵它可能要考量的 甚至是地方的一个社区的一个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不受到生命的拘束 这样子 那通常非诵涵格特性 因为迅速嘛 所以通常都是书面审 再来 为什么会放在这边呢 我们会说这样子一个裁判分割共务 它是一个行程诉讼 它是一个行程诉讼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同时赋予它行程力之外 还给它执行力 你看这块土地 假设今天我就踩A方案好了 房源踩A方案 那椅呢 本来就在上面有盖了一个房子 这个椅盖的 那今天假拿到这个确定判决 然后这个确定判决 我们已经确定说 这个从这条线开始 假单独所有拿到这块土地 以单独所有拿到这块土地 好 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所有权已经变成单独所有了 可是要不要 点击 因为我们从原本的共有 变成各自单独所有 所以原本的这个部分 照理说这个甲也有 乙也有 甲也有 它们是分布在这块土地 平均分布在这块土地上面 你们要学共有就有这个概念 所以你看 在这个部分 其实有乙的成分在 那照理说乙就应该要把这个部分 就这个部分 乙应该要把这个部分点交 就交付给甲 同样的甲就要把这个部分交付给乙 这样子 所以它又有一个互为交付的意思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上面竟然盖了乙的房子 乙的房子侵占到我的这个所有权 那我可不可以请求 拆无还地 如果今天你告诉我 他这个判决 是只有形成力 那很抱歉 你不能进行强制执行 当乙拒绝点交的时候 乙拒绝拆污的时候 甲你只好另外再告 乙767 然后还有交付土地 你要告这两个 交付这个甲部分的一个土地 好 你觉得这样对甲 对这个当成而言方便吗 不方便 你要再另外再告一次啊 那不是麻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例外的 特别赋予这样子的一个分割 共有误格判决有执行力 好 这个执行力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 点交交付土地的部分 有执行力 在上面盖的房子 767 有拆污还地的执行力 所以这两个执行力都有 都有 好 所以来看一下 这79台刊21裁定 他说 以共有土地为文物分割 这裁判 众位宣示交付管也 就是点交的意思啊 但其内容实含有互为交付的意义 当选人能依照强制执行法的规定 请求点交 也就是说还是可以拿着这个分割 分割网的判决来去进行 强制执行 要求点交这样 好 从而土地进行点交 则这个地上建物 亦当然含有拆除的效力在内 所以包含两个部分 请注意 是两个 好 所以依照强制执行法的一个相关规定 自可拆除房屋点交土地与分得 最后一句话 还是把它画一下 自可拆除房屋点交土地与分得之当事人 这句话也把它画起来 也可以写进去那个 写进去那个你的考卷里面 好 来看75年第一次明决 也是显得蛮清楚 他说分割过屋子判决 兼有形成判决 及几户判决之性质 所以画起来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再来255页 撤销障害债权之数 撤销障害债权之数 其实就是24条的一个规定 好 24条的规定呢 它 我们之前教的就是行程历嘛 就是在我派的确定的时候 这个障害债权 有场无场行为 就会被发言撤销掉 就受极致死无效 好问题是如果我这个物品已经赠予给第三人了呢 也不是赠予给第三人 就是甲义丙 假设你名下唯一的一个A屋 竟然无场406赠予给丙 所以A屋现在登记在丙的名下 对不对 那我今天要406再加上244 照理说这是一个行程判决啊 只会有行程历 纵然被撤销了 可是A屋他现在在谁名下 丙的名下 我心不希望他回复原状 回复到乙的名下 当然希望啊 可是你今天要回复原状的话 你就要进行强制执行 你就要进行所谓的强制执行 要执行力啊 因为要徒销登记 好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也会觉得说在这种情况下 是有执行力的 是有执行力的 好 来看下面这边的 第二行 原告假申诉的场合 同时具有撤销障碍 暂选归于无效的行程力 跟并应将A屋返还给已的执行力 所以可以拿这个判决去直接强制执行 好所以同时呢 我们上面有写说244条第4项 在全人112项规定申请法律撤销时 并得命申请并受益人或执行的人回复原状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把24条明法 244条第4项 写到你的数字生命里面 所以他同时兼有行程力跟执行力 好然后我们 等一下来讲256页的这两 这个判决 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考 什么时候考我不知道 但是他一定会考 近几年一定会考 好非常特别 我们先整理一下黑板 等一下再从256页开始 来翻到256页 然后也翻到你明法的425之1 好明法的425之1呢 它是所谓的推定租赁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会认为说 在425 在明法425之1的情况下 它就是一个不定期的一个推定租赁关系 好那推定租赁关系的第二项 同时也告诉你说如果今天你们的租金无法达成协议的时候 可以请求法院拙定之 对不对 好 那实际上就发生这样的案例 来 在某一个时间点 双方当事人有推定租赁关系 这件事情大家不争执 大家不争执 好那时间过了一段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原告也就是出租人 出租人他就起诉 起诉之后 起诉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请求法院拙订租赁 因为从推定租赁以来 推定租赁以来 他们双方其实都曾经在租赁上面有过争执 但是呢 对方都只给付少少的 非常非常小的租赁 租赁 因为我们曾经看过 因为我们台湾的土地真的是 从很久很久都从日治时代开始 一直到现在有推定租赁关系 那那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都是 那个租金啊都很便宜 可能一年500块 一年500块 可是你要知道 那个时候 可能是二三十年前 那个时候的500块是很大很大的 不是二三十 应该是更早了啦 七八十年前的500块是非常非常大的 到现在为止呢 其实 那个物价已经差很多了 然后那土地价格也差非常多 那双方当事人呢 都因为租金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定下来 没办法定下来 于是呢 出租人他就起诉请求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这个 请求法院着定租金 依照四二五之一的第二项 第二件事情是 法院着定完租金之后 要求成租人 依照法院所着定的租金 每月几付值 比如说 如果法院着定租金是十万元 那就是成租人就必须依照每个月的 每个月的五号之类的 每个月的五号之类的来去 给付成租人 十万元的一个租金 给付出租人十万元的一个租金 好 第一个 数字声明没有问题 请求法院着定租金基于四二五之一的第二项 第二个 请求给付租金也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说 我如果请求的是几付 我如果请求的范围是起诉之后 从起诉之后每个月 那看法院着定多少 每个月几付之 这没有问题 这是可以的 但是 如果我今天要溯及 往前溯及这五年 为什么是五年 因为租金债权的请求权消灭 学校是五年 所以我们会往前推五年 所以是五年 好 我可不可以溯及这五年来 假设今天法院着定十万 那我们就五年 乘以十万乘以十二个月 的一个总额 要求 承租人给付值 要求承租人给付值 可不可以 他问题在这里 好 过去史误上有两说 史误上有两说 一说 其实很简单 一说一定是肯定说 一说是否定说 好 一说呢 在起诉前五年 一说是否定说 一说是肯定说 好 否定说的理由就在于说 今天这个着定租金啊 它的数字类型为何 拓定租金的数字类型叫做 形成 之数 叫做形成之数 所以呢 必须要等到我法院判决了之后 决定好租金了之后 塑集的到起诉 你请求当时 你这个意思表示 进到我法院请求 注定 的这个时间点 往后 才有形成的效力 它的形成是这样 假设判决确定好了 判决十万 一个月 那 它会说 它只会从你 向法院请求之时 往后 十万元一个月 好 它的认定是这样 所以只能请求 在你起诉之后的 几副租金 在 起诉前 没有 因为这个拓定租金 它是 形成之数 它是形成判决 它是形成判决 所以只能从你 请求之时 开始起诉 这就是 明法425之一的 第二项 请求法院定职 所以从请求之时 开始起诉 因为是形成之数 好 所以他就才否定说 来我们看 110台上 3013号的第四行 请求法院 决定租金之数 属于形成之数 仅得自 请求 酌定之 意思表示 实起算 请求酌定 当然是请求 法院酌定 所以就是起诉之时 不得 塑及 请求 酌定该 意思表示 钱的 租金 钱的租金 好 今天往后面看 他又说 又请求 几副租金 叫做什么 几副之数 所以 第二项 是几副之数 是几副之数 请求几副之数 请求几副租金之数 是属于几副之数 为达送金的目的 出租人 故非不得 就是可以 可以同时起诉 可以同时提起上开 行程之数 及几副之数 然出租人 必先经法院 合定 递租数 使得 请求 成租人 几副 租金 所以这一段话 是否定说 所以请画起来 旁边 写否定说 好 再来 肯定说 肯定说 好 肯定说 他就认为 可以 好 可以的理由 是在于说 这个 这个租赁关系 是从 何时开始的 这个时间点开始的 所以 成租人 成租人的一个 给付义务 是从 什么时间点开始 就有给付义务了 这个时间点 给付 租金 之 义务 成租人 从这个时间 推定租赁开始 他就有 给付租金的 义务了 因为从这个时间开始 你们租赁关系 就已经成立了 那所以 你成租人 你就有 使用 收益 这块土地的事实 法律上 你有这样的权利 因为租赁关系存在 同时 你使用人家的土地 你要不要付租金 废话 你是成租人 你本来就应该要付租金 你的给付租金 义务是从 推定租赁开始 你就有 给付租金的义务 所以 当然从 当然可以 塑及五年 五年是因为消灭 时效使然 所以当然可以 塑及到 五年前 开始计算的 租金 好 这是 肯定说 我们来看 肯定说的说法 来看 二五七页的 一二三四五六 第六行 二五七页的 第六行 按成租人 自租赁关系 成立时起 及有 给付租金之义务 此于民法 四二五之一地 向锁定 推定租赁关系 毅然 依该规定土地 及其土地等等 自己看就好了 成立土地 租赁关系 自私时起 成租人 及房屋所有人 及有 给付租金 给出租人 土地所有人的义务 仅因两造 兼于此 推定租赁关系 成立之时 没有意思表示 事后付费能协议 定租金数额 实案 第二项规定 由法院以判决定职 替代 替代画起来 当事人成立契约时 因互相亦致的意思表示 所以他觉得说 这个请求法院 拙定 它只是一个替代 双方当事人 本来你们应该要 自己协议的 一个意思表示 它只是一个替代 所以从这个时间点开始 法院拙定 其实是溯及到这个时间点 替代当事人成立契约时 因互相一致的意思表示 租赁关系既非 与当事人请求 核定租金数额时方成立 也就是说 这个租赁关系 它并不是从起诉才开始 它是从一开始 推定租赁就已经开始了 租金给付义务 亦非于私时时发生 所以他就说 既然不是在这个时候 才成立租赁关系 当然也不是这个时候 才发生 给付义务 所以法院判决 主文自得于 推定租赁关系后 当事人之期间范围内 宣示其租金数额命 房屋所有人 给付该期间的租金 上不已起诉状 善本送达 所有人后知其间违宪 所以这个是 肯定说 最后大法庭 这是一个大法庭 最后大法庭才肯定说 大法庭才肯定说 好我们再注意第三点 应该说第三个重点 一二三四 倒数一二三四五六七 倒数第七行 一样两百五十七 的后面 刺查上诉人预约审 表明请求 几副回溯五年租金的声明 而该声明就有预含 核定回溯五年租金的内容 事件上诉人有请求 法院定细征回溯五年租金的争议 你旁边写产明的一个端序 产明端序 先写上去之后你就明白了 原审为进一步产明令其补充而为完整声明 竟认为其未请求回溯五年的租金 而为不利于上诉人论带病数可以 所以自己旁边再画起来 有产明义务 在有产明端序之时 有产明义务 好 那这个判决呢 我会建议你们字号也记一下 因为真的是蛮重要的 好 那我们诉的种类 诉的类型 大概就先介绍到这边 我们要进入到258页 起诉的一个程式要件 再翻到民事诉讼法244条的规定 所以刚刚那一个大法庭的那个判决 大法庭的判决 请在考试前 务必 务必复习 所以自己折起来 考试前很重要 好 然后翻到244条的规定 那边有稍微轻松一下下 然后课本258页 好 可能是申请调解 因为有一些我们是调解先行程序 有些是强制调解 有些是非强制调解 就也可以做一个调解的一个申请 民事诉讼的一个提起 原则上也有原告以起诉状向法院为止 就是24条的规定 但也有例外 像是检疫程序 小额程序的起诉可以用延迟为止 所以这个请注意 检疫小额可以用延迟为止 选择题会考 所以翻到428436至253 好 你看428 他说 好 428也记一下 因为有时候选择 就真的很爱考这个 24条第一项 上日款所定事下原告 于起诉时 得仅表明请求之原因事实 画起来 你看我起诉时 我可以得仅表明请求的原因是 也就是说 我可以不用跟法院讲什么 我可以不用跟法院说 我在民法上的哪个 什么184侵权行为请求 我所在培养请求权 我可以不用讲这个 或是民法179的不当得利 所在平方请求权 不当得利的返还利益请求权 我可以不用讲这个 因为他可以仅表明原因事实 其他这边在讲的其实就是新诉送标题理论 我还记不记得 新诉标题理论 它的送标题是什么 原因事实 第二项 第二项 其诉及其他其日外的声明陈述 盖得以延迟为之 特别规定 那就选择题要注意 小儿也是一样 436至23是有准用的 所以自己旁边写 436至23小儿准用 然后再回到我们24 所以24自己也旁边写 436至23 然后428 然后另外也有视为起诉者 比如说419条的调节转回诉讼 因为调节不成立 可以转回诉讼 519的支付命令转为诉讼程序 那这边支付命令 你们应该都听过吧 就是在社会上常常都会有支付命令的一个 这个名字在啊 因为是支付命令的话 20天内交务人可以提出疑议 不付理由提出疑议 如果你提出疑议的话 就会转为自动视为起诉 申请支付命令 视为起诉这样 这是在交务人有疑议的情况下 可是如果债务人没有疑议的话 支付命令会确定下来 支付命令确定下来的话 那就是 就是可以直接做强制执行 好 好 再来起诉状态应记载4项24条的规定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诉讼标的及其原因事实 好 这我们都看过了 那诉讼标的及其原因事实要结合 你今天是采哪一种诉讼标的理论 可能是经说 可能是就说 可能是这个诉讼标的相对论 那这就 只有这之前交的啦 好 诉讼标的应与其原因事实结合 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 这废话 而原告将诉讼标的表明特定的义务 即就整体诉状观察 以足以知悉原告所欲主张的 法律关系为何者 好 这看一看就好了啦 总之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必须要结合原因事实 跟整体诉状的一个综合观察 而不是一个单一的观察 就不是断章取义啦 你要整体观察 好 再来应受判决事项的声明 原告请求应受判决事项是声明 乃原告请求法院为主文判决的结论的内容 所以我之前有跟大家说 在我们诉讼法里面 法院的判决会受到原告的声明的拘束 所以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声明会等于法院的判决内容的主文 那主文会等于计判例的范围 对吧 除非你今天这个声明是败诉 那当然就是判决驳回 所以原则上声明等于判决主文 等于计判例的范围 好 因此在原告证诉时 该声明就成为法院主文的内容 在警复判决则则成为 强制执行的内容范围跟方法 所以民事诉讼法 为求诉讼的一个安定考量 及避免日后无法执行的一个程序浪费 这样子的一个诉讼行为 原则上因具体特定明确记载 不得付条件 比如说原刀应该要声明 被告几负原刀 刑贷并300万元者 及利息的部分 就是要明确 如果欠缺上开程序要建的话 249条先补证 预期不补证的话 249条第六款 财庭博会制 259页有几重情况 是我们所允许的声明的不确定 第一个客观数字合并 客观数字预备合并 我们之前有讲过预备合并 它是一个负条件的一个声明 对不对 原告如果申诉 被告的 被 被位的部分 先位的部分 原告如果申诉 那被位的部分 即不予 无用于裁判 但是如果 先位部分为无理由 那就请法院 针对被位的部分 来下一下审判 这样子 好 预备合并 因为是两诉讼之间的签点形态 能于统一诉讼中解决 避免多次运输之反 避免财票方多次诉讼经济 所以有存在的意义 以及事实上的一个需求 所以虽然它是负条件 但是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所以特别允许之 实际许多有可能之 不然的话 算以说这样 客观的预备合并 是没有 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 理论上是不合法的歧视 好 再来保留 几幅范围的声明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245条 避免请求 还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在讲什么 许申焕老师说什么 阶段诉讼 是不是 我忘记了 如果阶梯阶段有时候很烦 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弄混 自己再回去翻课 翻笔记 避免请求计算 及被告应该法律关系 所应为之声明的 等于被告为计算报告之前 保留关于几幅范围的声明 我说这样的一个阶梯诉讼 这样的一个阶段诉讼 跟重叠合并差别在于 重叠合并 它的声明是明确的 我讲的是台大方的重叠合并 它重叠合并的声明是明确的 可是这里的保留几幅范围的声明 是一开始是没有的 可是我们却去允许它 所以记得起诉当时 素13要素就要符合了 如果你有不符合的话 除非有法律上 没有规定的例外 不然的话 原则上你是不合法 不合法原则上是应该 裁定先命补证 补证后 不补证 那就裁定驳回 这样 好 这我们之前讲过了 好 再来 24条 就是这个重要的 水牌平常之数 来 你看24条第四项 一项三款的声明 于请求金钱画起来 金钱赔偿损害之数 原告得在第一项 第二款的原因事实范围内画起来 第一项第二款的原因事实范围内 仅表明其全部请求之最低金额 而于第一省延持并论证据前 补充其声明 未补充法院 因画起来因 应告已得会补充 前向其 依其最低金额 是用输送程序 好 四根五下 麻烦背起来 好 来 她刚才讲的一个情况呢 限于所害赔偿之数 好 为什么 因为你看哦 好 现在是一个车祸 今天发生车祸了 然后呢 我住院 住院之后呢 我们当然就要进行起诉的动作 侵权行为吧 可是这个住院 这个开刀 这个治疗到底要多久 不晓得 他可能随便治疗都是一两年起跳 那你看我一开始起诉的时候 侵权行为嘛 所受损害所思利益 我起诉的时候 我怎么会知道 我的损害范围有多少 我怎么知道我住院要住多久 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我要有哪些医疗 比如说我医疗可能是半年后开始 这个时间点我才去做手术 才会知道我恢复期要多久 后面有没有病发生 要不要请外劳 我总共请假多久 这个可能都要等到起诉之后 我才知道 甚至在车祸案件 我们会做一个东西叫做 叫做那个车祸鉴定 叫车祸鉴定 所以呢 他就会鉴定说 假的过失比例多少 鉴定是我们的证据方法嘛 对不对 是我们明星诉讼法的证据方法之一 好 鉴定一定是在起诉之后的调查证据阶段 送请可能是交通大队来去做车祸鉴定 事故鉴定这样子 他才会去算出 比如说假的过失比例30% 乙的过失比例70% 好 问题是这个车祸鉴定 一定是等到起诉之后的调查证据阶段 他才会去送请鉴定 鉴定可能都还要三个月的时间 才会算出双方的比例为何 所以我怎么有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怎么有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特定了我的数字声明范围 我没有办法特定 因为我不知道我的损害多少 我不晓得我的损害多少 所以我只能用一种方式是 至少多少钱 那你看当我写至少100万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的一件事情 是120万也可以 200万也可以 250万也可以 300万 500万 100亿 都可以啊 这都包含在这个文艺里面 这个叫做最低金额的表明 好 所以像这种损害培养之数 他因为他会牵涉到之后的一个损害范围 过时比例的认定 然后呢 所害原因的一个鉴定 等等的 他没有办法在一开始就特定下来 如果你要求他一开始就特定下来的话 那原告没有把他起诉 或是等他要起诉的时候 新权权两年十下已经过了 那也不对啊 所以我们就允许在这种情况下 例外的让他声明不特定 24 第四项 例外的让他声明可以不特定 让他方便起诉 可是你终究要特定下来啊 那我们就允许你呢 他的时间点是在第一省的 言辞辩论终结前 补充其声明 画起来 所以我说这个第四项呢 很爱考 要么选择提考 要么深入提考 我就很爱考啦 所以请背起来 好 其位补充者 审判长应告一德负忠 所以他是一个明文 应产明的一个明文规定 好了 他就必须要在第一省言辩论终结前 再以补充之 这样一补充 再加上产明 好 那第二项呢 第二项他我跟你说 前项情形 依其最低金额 是用诉讼程序 好 他在讲的意思是 比如说我这边至少 至少40万好了 至少40万 然后在鉴定之后呢 我追加 我应该说扩张数字声明 加20万 所以变成多少 60万 来我们小额是 10万 简易 50万 通常 50万 以上 这样子 好 你看到他原本一开始声明的时候 是40万 所以应该是落在 简易程序 加了20万 变成60万 那会不会转为通常 不会 他还是依照原本的 简易程序来去 第五项 仍然是依照 简易 的 适用程序 这个要注意 因为选择题 有时候会考 选择题会考 好 我们来看一下立法理由 244条第四项 的立法理由 水泰平方之数 由于涉及 损害原因 过失比例 损害范围 等之认定 常需经专业 鉴定 以及法 愿之斟酌裁量 使能定其数额 所以才争订 第四项 然后第二段 也稍微看一下 就好了 为求诉讼程序 安定 避免原来 适用 简易程序的事件 因原告补充 声明改型 通常程序 致使诉讼 研制 真色第五项 所以一起 最接近的 适用程序 好 这边有货真点 来 第一个真点 我们刚刚说 法院应产明 对不对 一章244 第四项 法院应该要产明 如果法院产明了之后 当事人 不补充 当事人就置之不理 不鸟你 已读不回 法官已经跟你讲了 请 为什么外面会有 那个圣诞节的声音 欢乐圣诞节 我在这边上课 好惨 如果今天法院产明了之后 当事人不补充 他一样写着 至少40万 好问你 法院 发现鉴定结果 应该是 60万的时候 法院要判 40万 还是 60万 好 当我产明了之后 不补充 那法院应该要判 40万 还是60万 依照目前实物见解 一定是40万 就依他原本的 这个最低进行判就好了 部分少数学说 认为是60万 记得这是少数学说 这是北大的江炳俊老师的说法 如果你要考北大 但我觉得这个议题也不是 他最近也没有什么在重视了 好 来你们看一下 民事诉讼法 因行注意 什么事项办法 都看一下 等一下 那个很长 我也记不起来 应该在你的民事诉讼法 点的最后面 办理民事诉讼事件 因行注意事项的地 12点 在你发点最后面 办理民事诉讼事件 因行注意事项的第12点 好 第12点的第一个 请求金钱赔偿所案之诉 原告于诉状所载 原因事实范围内 仅表明全部请求之最低进而 法院应于第一审言 直辩论终点 令原告补充其声明 如原告未为补充 法院应依其表明之最低进而为判决 所以这是第12点 我们来说一下江敏俊老师的说法 他说可以判60万啊 为什么不行 第一个会被质疑的点是这样子有没有违反 处分权主义 因为他原本只有声明40万 可是你现在居然给他60万 我们说诉讼法 他会受到原告素质声明的拘束 不然的话就会违反处分权主义 在你刑事诉讼法就叫不告不离 江炳俊老师说 不会啊 这不会违反啊 为什么 第一个 有没有在原因事实范围内 有 因为我们的24条本来就是跟你讲说 在原因事实范围内表明最低金额 所以第一个 有没有在他起诉的原因事实范围内 有 第二个 我说至少40万 我讲至少啊 所以60万有没有符合他的文艺 有没有符合数字上面 有啊 你要判给他100万 也是至少40万啊 有符合啊 这样怎么会没符合呢 所以不违反处分权主义 反而这样才更应该要符合处分权主义 这是第一个 好第二个 且在原因事实范围内 好第二个 你这60万怎么判出来的 法院应该要怎么下判决 看222条的规定啊 民宿诉讼法222条跟你说 法院你应该要怎么下判决 再回来民宿 他说法院为判决是 因斟酌权辩论意志 及调查证据之结果 依自有新政判断事实真伪 好 所以他上面跟你讲 你要依照权辩论意志 及调查证据的结果 不就是鉴定吗 那我们刚刚说鉴定结果为60万的损害 那我不就 法院不就应该要依照法律判决吗 不就应该要依照权辩论意志 及调查证据之结果来去下判决吗 那我应该要判60万啊 因为市政出来是60万啊 所以他觉得应该要含调查证据结果 他觉得这样才真实啊 这判决才会是真实的 才符合法律的规定 这江炳君老师的说法 那目前实物见解呢 还是依罪低金额 因为这个办理 办理这个什么事项的第12点上面有这样讲 那当然江老师也说啦 江炳君老师不是江世民 江炳君老师也是说 你这个毕竟是执法超越母法的授权范围 毕竟他只是法令啊 也超越了我们民事诉讼法的一个范围啦 所以他觉得这个办理这个办法是错的 他觉得是错的 所以法院不说要举诉 他的说法是这样的 好 那实物见解就要记 所以这里是第一个真点 来看一下 260页 260页呢 第一个真点一 法院强明后原告为补充 法院得否判决超过这个最低声明 好 实物见解我们刚刚看过了 法院依其表明的最低金额为判决 判断 判决 好 瓜威尔部分选所见解 在原告为表明一部或全部声明时 法院即不受到原告最低金额范围的趋述 亦即得就较高速而为判决 就法院即被告而言 原告于宋标的原因事实范围内表明全部请求最低金额 仍以全部事实作为工访范围 所以也包含全部事实 并无不能预见的情况 也不违反388条的规定 好 那再来办理 民事说引起注意事项12点 是超越244条的射程范围 好 那你再写进去 这个也是符合处分权主义啊 还有222条的规定 好 真点2 这个244条第4项 到底是一个一步诉求还是全部诉求 好 你看我这边 照理说 它总共的损害是60万好了 假设总共损害是60万 而我今天 告至少40万 告至少40万 那经过法院阐明的 我也没有补充 那我们就直接依照诉求就好了 我说没什么要补充的 没有要补充 好 如果今天当成假 另外再告以 余额 一样 同一个原因事实 同一个侵权行为 但是是剩下的20万 可不可以另行起诉 有没有违反253 跟寄盘力 有没有重复起诉的禁止 或是为前按寄盘力效力所及 好 这时候我们就要看 实物见解 还是许说见解 这个学说见解就是江世民老师的见解 会牵涉到的一件事情 是说 到底前面这40万 是全部 还是一部 是全部还是一部 如果你认为前面的这个诉讼标的 包含 全部的损害的话 如果你认为这是全部损害 前按是全部损害的话 后面的20万 你要怎么驳回它 你要依照249 一项7款 再搭配253 或者是为前按寄盘力效力所及 来去加以裁定驳回 对吧 这就是15件解 15件解认为是全部请求 好 所以应该要如何处理呢 后诉 应该要249条 加249条一项 7款 加253 欧巴 即盼力 好 这也是我们刚刚的那个办法的第12点 再看回那个办法 一样看到那个办法的第12点的第二项 法院以前向判决后 原告不得再主张其系一部请求 而就其余的请求另行其诉 如另行其诉即为反 画起来 一事不在理 或为前诉讼判决效力所及 其诉为不合法 应予以裁定驳回 所以在这边呢 依实物见解 后面的20万 为前按的判决效力所及 或者是为前按的同一事件的范围内 所以就重复起诉了 所以呢 253跟寄判决应该可以区别了 我们之前都讲过了 看前按判决确定了没有 还没有确定就是253重复起诉禁止 已经确定了 就为前按寄判决效力所及 这个我们通称叫做一事不在理 一事不在理 所以在这边 一事不在理 所以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法院认为 实物见解认为前按是全部请求 所以在244条的性质上 他认为是全部请求 好 我们又来讲 学术见解 也就是江世民老师的看法 江世民老师觉得说 应该是一步请求 应该是一步请求 好 所以他认为说 前面既然他说至少是10万 那就代表他只有针对40万的部分 来去起诉而已 来去起诉而已 就好像我今天对你有一个消费借贷债权 我对你有一个消费借贷债权100万 可是我只有起诉80万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原则上是可以的啊 好 江老师觉得说 既然他是一个可分债权 我们并没有这么的严格禁止一步诉求 我们再请回顾前面交的一步请求 自己再回顾一下 我们并没有去禁止 严格去禁止一步请求 那么原告起诉的时候 他既然只有讲40万 代表他的意思表示 他起诉的范围也只有40万 就算他今天总共损害是60万 可是他今天只有起诉40万 因为他后面也没有补充啦 他没有补充 好 所以他觉得是一步 我这讲有说的看法 所以既然这样的话 你看他是全部请求 所以代表是40加20 这边就是只有40 那你说 那老师那后面怎么办 那20万不就可以令诉 那这样不就 这个违反诚信原则 或者是你觉得同一事件 或者是他同一个原因事实 让两个法院告这样不合理啊 这样会有这个诉讼资源浪费 重复审理的一个问题 江老师说 后面我们也是要不回 可是我们不是用一事不在理 我们用的是一样249 一项的第六款 搭配244条的第四项 因为法院已产名却未补充 法院已产名却未补充 所以是一个程序上的驳回 后诉讼依然程序不合法 因为前诉已经产名了 叫你补了 你却不补 你却不补 所以后诉讼不得再提起 因为程序不合法 所以是第六款 249条第六款是什么 好 29条第六款 其他 起诉不合程式或不被其他要件 好 你说老师是为什么江老师要觉得是一步请求 因为会牵涉到一件事情 万一前案的部分 法院没产名怎么办 好来 我们刚刚都讲法院因产名 偏面这个法官很阳春 没产 你说老师真的会发生这种事情 会呀 确实就真的发生了 法院就给他忘了产 每次讲到这我都会觉得 就会每次都会想到我们家的猫 好像都在产食一样 有时候真的太累 有时候又上课 又 老师跟大家讲一下 我的新书终于出了 昨天正式预告了 终于送印了 我记得这一本 之前是2019年 这不要买了 2019年的太久不要买 新版的出了 耗时四五年 对吧 耗时四五年才出 我真的很累 我要职业 我要教课 有时候又要去司法院 要帮大家找一些最新最有趣的 或者是可能会考的东西 然后三不五时就要来个解题 不然就要来个 又新文章 又什么研讨会 然后还要工作这样子 像我短短这两个礼拜内 我跑了金门 跑了嘉义 跑了中国 台北 桃园 短短两个礼拜内 跑了这么多地方 然后还要上课 真的很累 那现在又要写书 所以常常有时候会累到 忘了帮我们家猫蚕蚕 所以我只要回到说 法官有时候会忘了蚕鸣 法官没蚕鸣 当事人也不知道要补 所以就给他判决确定了 我问你 当者的办 他最好念过 民事诉讼法244条第四项 他不可能去念过这东西吗 他怎么会知道他要补呢 他不会知道的嘛 那你想 法院忘了惨 你觉得后诉说要不要让他提 后诉要不要让他提 觉得好像要耶 因为是法官没讲啊 你也不能期待当事人去学过民宿啊 怎么办 你心中的法官是应该要允许他提起 好啦 来你用实物见解 能提吗 可以提吗 你用实物见解 一事不在理耶 为前案的判决效力所及耶 今天这20万被实物见解认为 全部包含在前案里面 所以会在前案的寄判力效力所及 他在前案寄判力效力所及 跟有没有阐明 根本就是两回事 根本就两回事 所以你一到实物见 你就会发生这种很尴尬的情况 你就会觉得 后诉应该要可以提起 可是又解释成为前案 下一所见 完蛋了 怎么办 实物见怎么办 就印给他通过啊 实物见就这样 好来实物见姐 若 前案 为阐明 则 后 数 余额 部分 为 合法 你说老师为什么合法 就合法 可是前案寄判力效力所及 管你去死 合法 有没有理由 没有理由 你说为什么这样 没有为什么 就这样啊 我能跟你讲什么 那就实物见解啊 你说他能够再导出什么理由吗 他导不出来啦 他还能讲什么 他就硬解释合法啊 不然你还要他怎样 好来 看260页 下面真点 最低金额 到底是一步请求或全部请求 然后 未表明的余额部分的后诉是否应允许 全部请求说就是实物见解 依照什么12点说 如令诉已是不在理前案的这个确定判决下令所及为不合法应允财经博会 由此可推论241第4项应允许 最高院99抬抬抗743 最高院99抬抗743 你可以自己去看他没有理由啦 就认为合法 我这最高院的 裁定 再来 下面姜老师 你说那你再回来看姜老师了 你会不会觉得姜老师的简单多了 因为前面是一步请求 所以前面的射程范围只有到40万 剩下的20岸不在前案的范围之内 所以后诉呢 是因为法院若前诉未产 则法院违反招呼义务 违反法名文之招呼义务 那就是产名义务 这个招呼义务就是产名义务 这个法名文规定就244 你试一下 再先 所以后诉 合法 是不是就简单多了 来看261页 他说244条件事项只是为了减轻跟缓和被害人的声明明确性的要求 他只是为了解决这个声明的明确性的原则而已 这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了 并不表示禁止一步请求 这是我刚刚说的 我们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禁止一步请求 并没有严格的规定 因此要看法院有没有依照法律规定禁产名义务 如果经产名后又不补充 后诉应该是29条项6款起诉不合法 参与不回 就以后不令诉就是对啊参与不回 如果法院未产名者 则应该容许令诉 就应该容许令诉 这是江老师的看法 后段的部分 或于第二审补充声明 好 他在讲什么意思 江老师又再延续了一下 他延续下去 他说假设今天我们第一审 法院一样没有产 法院没有产 所以第一审没有补 那如果今天言辞变成重点后 法院下判决了 判决判多少一定是40万 那进入到了第二审 第二审法院产名了之后 原告可不可以补充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 为什么 因为第一审没有产 好 所以你看到在江老师的架构里面 244条第四项虽然它是规定 应该要在第一审延迟 终结前补充之 但是如果今天法院违反产名义务的时候 他违反产名义务的时候 那么呢我们今天刚刚容许他在第二审 容许他在第二审补充 在未产的情况下 我再一审 好 第一审未产名 那第二审可不可以补充 可以 但如果第一审已经产名 那第二审可不可以补 那当然就不行 好 好 这合理啦 可以理解 要看第一审 有没有产名 如果没有产名 我可以允许你在第二审法院 加以补充 虽然我的名文规定是限制在第一审 第一审计刑中 但很抱歉 因为是法官违反照顾义务在先 所以呢我特别允许你 来去第二审 加以补充 或者是说在判决确定之后 令诉提起也可以 但如果已经产名呢 那当然就不行啦 好 好 这就是江老师的看法 如果你有考政大的话 就自己再注意 或者是 私立以外的 也要注意这个议题 好 好 再来的话 看一下261页的下面 仪记载事项 仪记载事项就是 看看就好了 因为这个就是选择题 他可能会问你说 管辖是否为应记载事项 那就自己注意 起诉状态 仪记载应法院管辖 及其适用程序所必要的事项 比如说是否减击程序 小额程序 仪记载就好了 好 那再来 第二五六条 首先准备程序事项仪 也是仪啦 这自己看就好了 起诉程序的例外规定 得以延迟为之的 像是数字变更追加 可以用延迟为之 简易送程序 小额送程序 也可以用延迟为之 法律拟制 为以起诉 调节转移诉送 支付命转移送程序 看看就好了 其他的程序要见 像是审判权 管辖权 当事人能力 诉送能力的法定代理人 其他还有缴达裁判费 也是不在理 而部分在前面其实已经提起了 不在罪述 好 第一个审判权 我们前面讲过了 第一个管辖权 也是讲过了 当事人能力讲过 诉说能力 也讲过 代理权欠缺也讲过 起诉不论程序 其他要见 就是散落在各个民事送方法里面 所以就是讲到的时候 再丢到第六款就好了 再来一世不在理 一世不在理由 审判权积极冲突的一世不在理 不过这个三一之一是有修法的吗 三一 我记得三一之一是不是三的 对啊删掉了 这边麻烦自己再删掉 这个应该是比较不会考的 所以刮胡一的部分请删掉 自己把这加进那个法院组织法了 但我忘记滴滴桥 自己再去查 好 再来终局判决撤回后的一个一世不在理 二六三条第三项 第二项看一下就好了 这个等到我们数字撤回的时候 会再来讲 263条的第二项 看看就可以了 那也不难 263 三 他说 宿经撤回者 视同未起诉 这样就好 于本案经终局判决后 将宿撤回者 不得父替其同一之诉 这样是第二个 也就是说到我在终局判决后 判决之后 我又将宿撤回 这个判决会失其效力 那宿之撤回又视同未起诉 所以既没有说中细数也没有确定判决 那么可不可以再刑起诉 理论上可以 因为没有违反重复几度自行制 也没有既判离 好 但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你想嘛 我看到这个判决一定是 法官判我输 那我撤回 再重新再来 换个法官试试看 你会这样对吗 不对吗 所以如果在判决之后 把数撤回的话 你不可以再提起 不可以再提起 好 确定判决后的一次不再例 我觉得期判例效率所提 400条跟401 自己写上去 重复起诉之禁止 好 这个是253条的规定 好 这个议题下 就会有争议了 会有新同一事件说 跟旧同一事件说 好 重复起诉之禁止 253条的规定 当事人不得就已起诉之事件 于诉讼系统中更新起诉 也就是说当事人不得 就同一个事件再向法院重复起诉 好 在本地议题底下多半来测重于 是否为同一事件的判断上 而且它是处理后诉讼 而不是处理前诉讼 好 法理基础也很简单 送经济 避免败矛盾 分担一直解决 来我们开始上课 翻到262页 我们要进入第249条的第7款 一项第7款 他说当事人就以系属于不同审判权的法院的事件更新起诉 或者是起诉违背253263第二项的规定 或诉讼标的为确定判决效力所及 这一条啊 这一条基本上就是统称的一事不在理 就是统称一事不在理 那它会有各种情况的一事不在理 那第一个是 就以系属于不同审判权的法院的事件更新起诉 你这边搭配我们课本的262页下面的第7点 这个原本在民宿的三一之一的第二项 但是因为已经删掉了 所以你这边就直接把它删掉 因为它改到去法院组织法去了 所以这个应该就比较不会考在民宿 那如果有考 现在有考法组吗 好像有一些考科是有考法组的 你们就自己再注意一下就好了 好 那我们直接看第二个是 违背253 253条的这个一事不在 那这个一事不在 会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 好 这个是在诉讼系属中的一个更新起诉 就253 好 263条第二项呢 是判决 终局判决后的一个撤回诉讼的一事不在 这263条的第二项 我们上次有讲到说 为什么在终局判决后撤回诉讼 不行 我们禁止这个当事人再刑起诉 是因为 我们会觉得说 原告他 只有谁才可以撤回诉讼 撤回本数的部分 只有原告才可以撤 被告是不能撤的 好 所以你去想一件事情就是 为什么原告他要撤 他为什么要在终局判决之后 来去撤回起诉 就是因为他可能 拿到一个不利益的判决嘛 他才会撤掉 如果他拿到一个胜诉判决 他撤干嘛 他不需要撤啊 他就留着就好了 所以呢 他如果拿到一个败诉判决 那他利用撤回诉讼再刑起诉的话 那他可能就是想说 那我要再一次 换个法官 试试看这样子 或者是不行 我要再这一次 那我们当然不乐于 或我们不希望 这件事情发生 所以在终局判决之后的撤回 是不可以再刑起诉的 这263条第二项 好 那终局判决后呢 会牵涉到既判例 效力所及的一个 一事不在理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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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看到第263条第二项 是在有判决之后 判决之后我进行撤回 那么我们说撤回诉讼 撤回诉讼的效果叫做视同未起诉 视同未起诉 你就当作没有起诉这件事情 没有起诉这件事情 如果我再行起诉的话 再诉 会有一事不在理吗 就不会有一事不在理的问题 一件事情 不会再次的去理它 所以一定要有两次的一个系数 那如果是撤回的话 原则上它就没有这个诉讼系数 因为是同未起诉 所以我订诉的话 原则上是不会违反一事不在理的 但是我刚刚已经讲到那个理由了 判决之后 你撤回我们觉得这样子的一个 再行订诉应该是有不正当的一个情况 所以就会禁止再诉 这样子 那判决之后的一个判决之后的一个仪式不在理 之前我们应该都带过很多次了 判决确定会有一个效率叫做计判例 我们就会去思考说 这个计判例它的范围到哪里 它的范围到哪里 计判例的范围你先这样记就好了 它会有客观范围 主观范围跟时间的一个范围 内容的话等到判决确定的那个时间点 我们再来说就可以了 当然客观主观 跟时间点的一个范围这样子 客观大家一定都知道了 就是说标的 主观的当事人 时间点的范围之后再说 这个叫这段效 好一个确定判决 产生了它就会生成所谓的计判例 生成计判例之后呢 它就会有计判例 它所要去遮断的一个范围这样子 好那我说一事不在理 代表有一件事情又再次的被提起 好有一件事情又被再一次的提起 我就要去思考说 这个再次的起诉 这个诉有没有包含到前面的计判例的范围之内 如果后面那个诉是被包含到前面的范围之内的话 那很抱歉你的后诉叫做 违盘既判例效力所及而不合法 249条1项7款才定驳回嘛 对不对 好所以这是确定判决之后的一个一事不在理 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思考 好那所以这边就一样也是249条1项7款 这个部分 好那我们还漏了一个哪 我们还漏了哪个部分 我们还漏了中间这一段 一样起诉 到 确定判决这中间没有撤回 没有撤回 这一段期间 一直到判决确定为止 到这里 有一件事情又再次的被起诉 好 在第一个案子 诉讼系属中 判决确定前 诉讼系属中 判决确定前 类似的事情 或是一样的事情 又再次的被起诉 那一样 一事不在理 一事不在理 这件事情又再次的被起诉了 前面已经诉讼系属了 后面又再次的诉讼系属 那我们就要来去问 这是一件事情吗 这两件事情是同一个案子吗 如果是不同的案子 他本来就可以再次另行起诉 他应该说不同的案子 就不叫做一件事情 那是两件事情 那他本来就可以自己告他自己的 但是如果这两个案子是同一件事情的话 是同一件事情 比如说同一场车祸 先告184侵权行为 然后告到一半的时候 之后就同一件车祸 同样的一个金额 再次的另行起诉 好 那就是标准的违反应是不在理 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说 后面的这个案子 B案跟前面的A案 到底是不是画上等号的 A是否等于B B是否等于A 好 这个等号要怎么画上去 这两个案子 是否为同一世界 如何判断 就会有两说 一说叫做旧 同一世界说 一说叫做新同一世界说 判断标准有两说 一说叫旧同一世界说 一说叫新同一世界说 好 所以我们来看到下面这边 我们就要进入到253条的规定 那第二个页的最下面 重复起诉是禁止 好253 当事人不得就 以起诉之事件 与世上系属中更行起诉 短短的一句话背起来 以起当事人不得就同一世界 向法院重复起诉 因此在这个议题底下 会侧重于 是否为同一世界的判断上 而且啊 这边要处理的 一定是后面这个诉讼 不会是前面这个诉讼 一定是后面这个 一定是会去探讨说 后面到底是否重复了 如果重复了 那就才听不会 如果不重复 那就继续生理 这样子 所以驳回一定 驳回后诉 不会去驳回前诉 因为前诉在先嘛 法理基础很简单 诉讼经济 避免裁判矛盾 分争一次解决 这个要记 好判断标准有两说 有两说 一说叫旧同一事件说 一说叫新同一事件说 好旧同一事件说的判断标准 三个 好所以请记得 同学请记得 在确定判决之前的更行起诉 我们会用这里的争点 就是旧同一事件说 跟新同一事件说的一个争议处理 但是如果已经在判决确定之后 这里的更行起诉 的再次起诉 时间点切在确定判决之后 的再诉 你就要用既判例 范围所及 是否为既判例范围所及 所以请不要写错真点 常常都会看到有同学 有同学既判例之后 还给我写新旧同一事件说 这是错的 如果是反过来是比较不会犯这个错 因为通常一定要有确定判决 我们才会思考有没有既判例 可是同学请搞清楚 如果你有看到确定判决 确定这两个字 请用这里的争议 请用这里的争议 你不要用新旧同一事件说 那写考题是大错特错 你都拿不到分数 因为这个我们还没讲 所以时间点题目请看清楚 它是何时更行起诉的 那他就可能这样考你啊 你看因为我说判决确定嘛 对不对 判决确定之后的更行起诉啊 那他可能就这样考你 他考你判决确定的没有 如果判决还没有确定 那新旧同一事件说 判决已经确定了 既判例效率所及 写的方向完全不一样 那这里就可以有考点啊 确定判决 他可以考你 上诉期间 这个有没有预识 有没有合法上诉 或者是说 我们法院的通知书 宋达有没有效 如果宋达无效 那这个期间 是不是还没有开始计算 他就可以两个层次的考点给你 对吧 所以就是他会这样结合考你 如果是旧同一事件说 看三个 素质三要素 当事人 是否相同 相反 含 实际当事人 是否相同 数据生命 是否相同 相同 相反 或可包含 顺便提醒一下大家 那个写考题的时候 写过考的时候 可不可以用简体字 依照我的经验的话 是可以啦 只是写一些比较 大家 比较 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简体字 比较常用的简体字 像什么继承的记啊 体育的体啊 或者体育的体 这个比较大家常用 这个就不要用 这我自己在用的 这种声明 这个声这个字 请不要写在考卷上面 这是我自己用的 因为这比较少见 比较没有人在用 所以不要这样用 像是继承啊 体啊 还有什么 民宿 好像还好 简体字就还好 食 食也可以啦 我的经验是可以啦 但是有些老师 有些老师可能会很在意简体字 他可能有一些国民情感啊 我不晓得 但是你看啊 你如果要写民法亲属继承篇啊 或者是说你家的世界法 如果跟那个 跟那个继承有关 你光是这个继 你要写好久 因为那个继承人 因被继承人死亡而开始 继承因 被继承人死亡而开始 然后继承人继承 被继承人一切之遗产 成为共同共有的一个关系 这样子 哇我光是那个记 我怎么写多久 尤其是四人书记官 我都会觉得 四书啊 能省则省 觉得那时间 能省则省 写字的时间 省一点是一点难 因为你们时间真的太少了 然后那个 如果是思虑的话 思虑的话 因为题目都很长 刚才在那边笑一件事情 就是思虑的话 它的题目都是一整个A4 有这A4还没有 它翻过来到背面 这样 一题这样 但是四等书记官 有没有 一张考卷 里面前面就可以塞四题 那题目的那个长短度 是不是落差真的太大了 所以题目法有时候不好教 就是要从四等教到思虑 偶尔还要再带到 法研所的考题 会比较麻烦一点 好 然后 老师提醒大家 简体字 用一些比较常用就好了 判断的断也是可以啦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简体字 就同一事件说就是这样判断 用数字三样的数 好什么叫做当事人是否相同相反 以及包含其实当事人的判断 比如甲告乙 确认 买卖契约不存在之数 那另外一个数呢 以告假 确认买卖契约存在之数 像这种当事人是相同的或者是相反的 这个就会符合当事人相同相反 好 那再来数字申明的部分 来这边讲到这边 诉讼标的是否相同 在这个案子诉讼标的是一样的 因为都是同一个满满契约 同一份满满契约 然后呢 申明是否相同相反 相同应该不用判断了啦 就是这个我就不用讲了啦 我们要讲相反 前面是不存在 后面是存在 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 当事人相反 诉讼标的相同 同一个满满契约 诉讼声明相反 所以打勾打勾打勾 所以是同一事件 所以不得令诉 好这样子 所以在就同一事件 做的判断底下 三个 三个都要打勾 三个打勾的话 那就是同一事件 但是如果其中一个打差 一个打差 那就不同一事件了 好 再来 实质当事人部分 之前有讲过 比如说甲1到甲50 选定甲1 对司机已提起184 侵权行员所要赔偿 好 如果甲2 针对同一件事情 再对一样 同一个车祸 请求184 损害赔偿 是否为同一事件 好 我们说甲1是刑事当事人 甲2到甲50 是实质当事人 那所以当事人是否相同 一样啊 因为包含实质当事人的一个判断 你要去找 这里有没有一样的实质当事人 所以这里有甲2 后面也有甲2 所以呢 当事人 相同 包含实质当事人的判断 所有标的一样是同一个184 数据声明一样都是损害赔偿的一个金额 所以这三个一样都打勾 所以是同一事件 好 再来 再告一 再告一 345 买卖契约的几副价金 另外再告一 确认 345 买卖契约存在 之数 好 这是第一个诉讼 这是第二个诉讼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一样 如果是以告假 确认 345 买卖契约不存在之数 好 这样可不可以 两种情况 两种情况 前面是买卖契约的几副价金 后面是确认买卖契约存否之数 存在跟不存在之数 嗯 可不可以 嗯 好 在这个案子里面啊 一样当事人抓出来 有没有相同的相反 有 都是假跟乙 这没有问题 诉讼标的是否相同 送票是否相同 学者的概念是 同一个买卖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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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相同 好 是同一个买卖契约相同 好 第三个 素知声明是否相同相反 可包含 好 我们先判断这个 素知声明可否包含 这个一定是不同嘛 素知声明一定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给付价金 假设是300万好了 一个是确认存在之数 所以这绝对是素知声明不相同 可是有没有包含 前面是什么 给付之数 后面是确认之数 我先跟你讲结论 结论是可包含 数据声明 是可以包含的 结论是这样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可包含 你想到什么东西 你想到什么东西 会让学者觉得 这个可以包含 我们当初在讲素的类型的时候 我们说素的类型 当时候我们同时在讲判决的效力 对不对 我们说素的类型 会带出你的判决的效力 而判决的内容 跟你的素知声明缓缓相扣 还记不记得 看了前面要想到后面 好 虽然他这边讲 素知声明是否相同相满 可包含 可是内容其实在带进的是 判决的效力 判决的效力 我们那时候说 给付之数 对不对 给付之数如果远告胜诉的话 那就会有什么 执行力 判决确定 就会有执行力 以及什么 确认的效力 对不对 还记不记得 我们说给付之数 你会带出给付判决 给付判决会有执行力 还有确认的效力 确认什么 确认这个几负紧求权 存在的效力 如果有人要败诉 那就不会有执行力 可是也会有什么 确认的效力 对吧 在讲这里 在讲这里 所以有没有可包含 前面的给付之数的 这个价刑 不管他有没有执行力 无论胜败 一定都会有 确认的效力 所以其实前面几负之数 已经包含了 后面的 确认存否之数 声明可包含 讲得在这里 所以其实民宿很多陷阱 他告诉你一 可是他要考你二 他就说 声明是否可包含 可是他在讲的其实是 最后你判决的效力 几负判决 你可以拿到是确认的效力 可是他只有跟你讲前面 他没有跟你讲后面 你去看学野教科书 他其实也是这样讲 他其实也会说 几负诉讼包含 确认的效力 可是他没有跟你讲 其实他在讲的是几负判决 就很贼有没有 民宿就是个狡猾的科目 令人讨厌 又爱又狠这样 你说老师可是我不爱啊 没关系 你不爱你还是要考啊 还是要念啊 好 所以就这样 好来 反过来 所以你们有当事人相同相反 受用标的相同 声明可包含 同一事件 所以这两个案子 其实都要 二十九 一项 吸管才 拨 后项才定拨回 好来 换个例子 一样 第一个诉讼 加项依起诉 确认 三四五 存在 之诉 第二个诉讼 加项依 起诉请求 三四五 买卖 加金 一百万 结论有没有不同 结论有没有不同 当事人是否相同相反 当事人相同 说我们标的是否相同 一样 同一个版本契约 所以声明可不可以包含 所以声明可不可以包含 来 前面叫做确认之数 能够代数的就是确认 只有确认的销利 后面呢 买卖契约的 价金 给付 请求的代数是什么 给付的销利 确认 好来 有没有可包含 所谓可包含 是指前面 足以包含后面 也就是说你看前面这个 第一个诉讼 我先跟你讲结论好了 结论是不可包含 第二种情况是不可包含 来两个差在哪里 前面几副注重 可包含后面 所以后面叫重复起注 因为可以被包含在里面 好 所以呢 你会发现前面的这个几副 加金的诉讼 因为它有执行力跟确认的效果 你会发现它的范围是比较大的 对吧 它的打击范围是比较大的 怎么讲 就是它的 它这个诉讼提起的范围是大的 它的效率范围是比较大的 内容包含给付的执行力 以及确认的效力 而后面呢 后面比较小 因为它只有确认的效力 所以后面其实被包含在里面的 是可以的 对吧 这是重复的 完整的被重叠 完整被覆盖 所以后面是完全被覆盖上去的 是重叠的 完全的重叠 可是后面 这种情况呢 前面这么小 因为前面只有确认的效力啊 但是后面呢 后面比较大耶 只有其中一个小部分是确认 确认这边有被重叠到而已 可是这个部分有被前面包含到吗 没有 所以这里包含的意思是指说 前面可以包含后面才叫做包含 如果前面无法包含后面的话 那么就没有重复起数 因为这个点点的部分 几负的部分 是没有被包含的 所以这没有重复起数 所以 不包含 后数可以提起 所以可提起 所以可以提起的话就要去形诉讼 就去形诉讼 好第三种状况 第一个诉讼是767请求拆屋还地 请求拆屋还地之数 第二个诉讼呢 是确认A屋所有权存在之数 我确认A屋所有权存在之数 好这样子是否为同一事件 是否为同一事件 好必须要跟同学说 在这个个案里面啊 诉讼法的学者就很妙 他就会说 他就会说 前面的诉讼标的 那你看到当时很一样没问题 前面的诉讼标的叫做 A屋上返还请求权 后面叫做A屋的所有权 所以 A屋上返还请求权跟A屋的所有权是不同的诉讼标的 现在在这一关 打叉 那我说只要其中一个地方打叉 就是不同的事件 好所以记得这种案子 前面是767 A屋上返还请求权是诉讼标的 后面是A屋的所有权 所以诉讼标的不一致 既然不一致的话 那就是不同一事件 所以后诉合法 后诉可提起 另外这个案子就简单了 他如果考你说什么 以对甲 确认A屋上的一个租赁存在之数 那这一定是不同的诉讼标的 这毋庸置疑 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 所以后诉可以提起 所以就是不同意事件 所以后诉可以提起 好再来 如果第一个诉讼是甲对义 提起A屋所有权 A屋所有权除以甲之数 第二个诉讼是以对甲提起 A屋所有权除以甲提起 A屋所有权除以甲提起 送标的是否相同 送标的是否相同 好在这个案子里面 学者们认为 当然当事人相同相反嘛 那输送标的呢 输送标的不同 因为第一个是所有权存在假的输送 第二个是所有权存在已的输送 所以它的输送标的是不一样的 他们觉得所有权的主体是不一样的 所以输送标的是不同的 只是这边还是会有一些小部分的学者会有意见 像是江世民老师他就会觉得说 你民法不是一物一权吗 你民法不是一物一权主义吗 那这里为什么会输送标的相同呢 因为传统的一个学说 传统的一个学派他们都会认为说 这里的输送标的是不相同的 那当然我自己的A物所有权除以假跟野 你还要分时间点 你如果真的要细致你要去分 比如说民国99年5月1号到 民国101年的10月15日止 所有权是假的 那如果以是要确认说 那从 民国101年10月16日开始到现在为止 是已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当然没有问题啊 因为两个是不一样 所以其实真正细致的输送标的 你是要去搭配它的原因事实 才有办法去判断是否相同 如果个案中它是有明确的时间点区别的 比如说第一个案子是 我是切在101年10月15日 第二个案子我是切在10月16日以后到现在是已 那没有重叠 这样其实是没有关系 这个是不同的输送标的 这我用质疑 现在其实江老师他在 他在argue的一个点是万一啦 两个都是确认这个 这个同一个时间点或者是有重叠的部分 一也要确认这个时间点是他的 假也要确认这个时间点是他的 那在你民法上面的一物一权的概念里面 为什么这样会变成是两个不同的输送标的 所以江老师其实会觉得说 这种情况理论上应该要是同一个输送标的 所以这边你可以写两说 一个是传统学派的见解 一说是代进民法一物一权的一个概念 因为江老师对这次有批评的 在一物一权概念底下 照理说一个A物所有权只能有一个 除非你跟我说公有 比如说这边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可能没有问题 可是在没有这种特殊情况的情况下 一个A物一个建物只能有一个所有权 所以照理说这应该要是同一个输送标的 你要写两个不同见解 我在这个个案上 好 在救赎送标的理论底下会变成这样 好 我们要来讲几个 我们先来看课本好了 把文字部分处理一下 好 263页 就同一事件说 好 实当事人相同相反 相同相反 当事人的部分 好 此当事人相同不仅包含写事 当事人也包含实时当事人 比如说什么车祸案件 这个我们都讲过了 假一到假二时 实当事人选定假一为担当人 所在赔偿之诉 说中虚估中假二例行起诉 好 那判断上把文字当事人讲过 好 出送标的呢 当然出送标的是否相同 会牵涉到一件事情 我刚刚黑板上都是用 来 这里 你还记不记得什么东西啊 这边还可以再切出来 用来蓝色好了 其实这边还可以再切出来 有三说吗 还记不记得 就 数标理论 新 数标理论 还有一个什么 输送标记相对论 好 其实你要判断 输送标记是否相同 你还要再看你踩的是旧数标理论还是新数标理论 我黑板上刚刚用的都是用旧的诉讼标的理论去判断 都是用旧的诉讼标的理论去判断 新数标的理论的话通常他会考你的个案 通常他会考你的个案是像这样子 那个就很简单你一定知道要怎么你一定知道要怎么去判断啊 什么假以偷了假的A车 他有什么179 那同样的假再告以184 一样是A车的部分 这样子有没有重复起诉之禁止 如果你用旧的诉讼标的理论再搭配旧同一事件说 那当然不会是同一事件啊 因为旧诉讼标的理论本来就是不同的诉讼标的嘛 对不对 既然是不同的诉讼标的在这边就打掉了呀 可是你今天如果要新的诉讼标的理论 那你就会说前面是什么 一个法律上的返还的一个地位 后面也是返还的地位 这个不是诉讼标的 这个只是一个攻击防御方法 所以诉讼标的是相同的同样一个返还地位 那再加上数字声明也是一样返还的 所以在这里就会是同一事件 那你这个你都会啦 这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啦 只是今天的重点会是在于 是否会同一事件的一个真点跟判断上而已 所以原则上呢在这边 除非他考中情同权进合 他考中情同权进合或者是像票据的场合 可能又牵涉一分之说或二分之说 好来我们继续上课 263页下面 好诉讼标的相同 那因为这边会牵涉到新旧诉讼标的理论的争议 那我们在这边的重点是放在同一事件做的判断上 所以新旧诉讼标的理论的争议 你之后再看考题 好那其实到最后面啦 就是我们最后面会牵涉到 既判例效率所及的一个范围 等到我们讲完既判例效率的一个范围的时候 我会总偷偷一个就是考试 他如果用什么样子的考试的方式 他可能在考你新旧诉讼标的理论 你的重点可能就要这样写 但可能在考你新旧同一事件说 你可能重点就要放新旧同一事件说 或者是他可能两个都考你 那可能两个都要写 那或者是他可能考你的是既判例效率所及 就你要看他考试的方式 然后来去决定你哪个重点要写多一点 这样子 最后我们还是会做一个统整 就是新旧诉讼标的理论 新旧同一事件说 既判例效率所及的范围全部讲在一起 这样子你们才知道 就是这三个的一个差异点在哪里 跟考题他考出来 你们的重点要着重在哪个地方来去处理 或者是要并同哪个地方一起去写 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先重点放在 那个同一事件说的一个判断上 好然后 好来下面例如我刚刚已经讲 假起诉主张被告赢返还借款100万 后诉声明确认100万元债权存在 两个一个原因事实相同 只是学者认为应该是同一个债权 所以是同一所用表地 好然后下面的假起诉主张以767超缓地后诉 确认AD所有权存在 那这个所用表地不相同 学者认为是这个无上法案情络权 跟所用的一个差别点这样子 好 然后再来的话 264页 声明相同相反 或可以代用 申请内容相同 比如说前诉是请求这个确认所用权存在 后诉是请求确认所用权不存在 或是前面是请求什么买卖契约存在 后面是什么买卖契约不存在 那当然是相同相反反之一同这样子 好所以下面看一下40台上1530 他说同一所用表地提起心诉或反诉 反诉话起来 心诉就另行起诉 那如果我在同一个案子里面提起反诉的话 在实物见解里面 因为提起反诉或者是数字追加 是在诉讼过程中 原告加以追加 或者是被告方加以提起反诉 这都是一个新的诉的提起 新的诉的提起 你一样要符合249 你只要是一个诉的一个提起 它本质不变 它是一个诉讼的一个提起 只是一个可能是原告方提的 一个可能是被告方提的 方式不一样 可是本质是一样的 都是诉的一个提起 你本来就应该要符合29条的一个规定 所以一样要不能违反重复解诉的禁止 这是观念问题 好 所以他在这边说 新诉的反诉不仅指前后两诉就同一说 我们标的求为相同就判决而已 其前后两诉既同一诉讼标的求为相反之判决 亦包含在内 所以你看这个判例 它就会跟你带到判决两个字 其实就是我在这边讲的 诉讼几副后面可能会带出来的一个判决的效力 好 故前诉以某法律关系为 输入标的求为积极的确认判决 后诉以同一法律关系为输入标的求为 消极的确认判决 人在上开法条禁止重复起诉之列 好 再来声明的内容可以带用 就同一权利义务关系 前诉提及几副之数 后诉提及积极或消极确认之数 或前诉提及形成之数 后诉对该形成权提及积极或消极确认之数 这都是声明可以带用 如果前诉提及积极确认 积极消极确认之数 后诉是几副之数 这理路上没有带用 这我们刚刚黑板讲过了 声明基础不同 所以下面466台抗136 话先看一看就可以了 后诉是旧统一输入标的求为 与前诉内容相可以带用的判决 一属包括在内 所以前诉以某请求输入标的为几副判决 后诉以该请求为输入标的 求为积极或消极 即使确认判决人在上开法条禁止之列 所以这个判决相应很重要 然后 265页也是一样观念问题而已 99谈抗599 所谓同一数目标的提起 新诉反诉变更或数字最佳 这个都是我刚刚跟你讲的本质不变 都是一个诉的提起 不仅指后诉是就同一数目标的 与前诉内容相同判决而已 即后诉就同一数目标的求为 与前诉内容相反 或可以带用判决也包含在内 所以其实我反上开规定 发现你财定不会回池 所以这249项期款的规定 好然后再来的话 下面这个例如其实都一样啦 就是返还100万 后面是确认100万 所以就是一样 前面是确认100万 后面是几负100万 无法带用 不同一时间 好这个是旧同一事件说的 判断标准 一定要会 因为我们目前书上就采这个 那旧同一事件书啊 你看黑白上 这边的案例确实是 财经驳回嘛 对不对 因为同一事件 可是从这里开始 不包含 所以可提起 不相同 所以可提起 所用标的不相同 所以可提起 所以其实从黑板的 这边往后面这里 都是可以提起 因为在旧数标理论底下 是不同的事件 好但是你仔细去看 这几个案例 有没有可能裁判矛盾 有没有重复审理 有 因为呢 前面是确认之数嘛 后面是买卖 嫁经之数 同样都会去审理到 这个买卖契约 到底是否 合法成立有效 是不是 所以是不是 它会有重复的部分 其实是有的 有没有可能重复审理 有 有没有可能裁判矛盾 有 你可能前面是 确认不存在 后面 假期几个情统圈 成立 很像矛盾啊 这边也是一样啊 前面767 后面是 确认A5所有权 存在之数 好你说 它的 审理内容 有没有相同 当然相同啊 因为前面767 你要去审理 里面的 假 到底是不是所有权人 所以后面 是不是就重叠了 是啊 你从本质上 你从骨子里 去看它的审理内容 它是重叠 有没有可能裁判矛盾 当然有可能 一胜一败 这就我问题了 上面这里也是一样 这个 当然也是 裁判矛盾的可能啊 一样都是要 审理A5所有权啊 但我记得 记得这里的案例 局限 你是在同一个 区段的所有权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你会发现 它都有可能裁判矛盾 都有可能重复审理 那你觉得 这样子好吗 于是呢 我们的新的 统一事件说 他就觉得说 既然都重复成理 既然都裁判矛盾 那是不是可以 让他同时在前案就好 也就是说 我新的统一事件说 我新的统一事件说 我的判断标准 其实是为了避免 重复审理 裁判矛盾 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呢 我其实会去禁止令诉 禁止令诉的意思是说 我虽然禁止后诉 可是呢 我会要求 这个案子应该要 在前案的部分 阐明甲 可以做 素质变更 最佳 或者是反 也就是别诉禁止 素质禁止 素质禁止 产民与前诉 都可以 法院应该要 产民与前诉 数字变更 追加 或者是反诉 也就是别诉禁止 可是我可以允许前案 素质 变更 追加 反诉 或者是合并 或者说客观素质合并 也可以 所以 新的诉讼 新的 重复 新的一个 那个 这个统一事件说 新统一事件说 它其实是看 个案中 有没有重复审理 有没有裁判矛盾的可能 如果一有 我就会认为 它是统一案件 统一案件呢 我的效果是 禁止别诉 所以呢 我会透过产民的机制 产民后案的 应该是 当成统一嘛 不管是前案产民 后案产民 我透过产民的一个机制 要求原告 在前案的部分 做数字变更 这个案例就做数字变更 这里 这个案子也是一样 透过一个产民的机制 我要求这个甲 可以在前案的部分 做什么 数字追加 追加 确认所有权存在之数 做数字追加 可以 这里也是一样啊 我可以透过产民的机制 要求这个E 你在前案的部分 提起反数 不就可以了 提起反数就可以了 所以新的统一事件说呢 它会去看 你要分成两个 第一个 有没有重复审理 裁判矛盾的可能 如果一有 那效果上 别墅禁止 那怎样的一个别墅禁止呢 透过产民机制 让后案的输入标题 可以进到前案 那 就看嘛 你要设计 你要设置合并 数字变更 或者是 数字追加 或者是 通过反数的一个机制 通过反数的一个机制 好 这个就是 新的输送标的理论 新的统一事件说 那些时候常常都不小心讲错 好来 看265页下面 新统一事件说 若认为后诉跟前诉 分别进行 有导致 法院重复审理 裁判矛盾的可能的时候 应该要认为后诉 不得另外独立体系 为可以在前诉 为数字追加跟反数 以达到别诉禁止的效果 这个就是新的统一事件说 好 新的统一事件说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两个派 两派 两个派 苹果派 两个派系 一个派系呢 是肯定新统一事件说 可想而知 一定是秋派 因为他们就喜欢 全部发在一起嘛 统合处理嘛 也是秋派 那反对见解呢 反对新统一事件说的 其实就是江世民老师 就是郑大邦这样子 好 我们先来讲 肯定的这个见解好了 就是肯认这个新的统一事件说 好 肯定新统一事件说啊 他会觉得说 来我们来看到 266页的下面 瓜虎儿 新统一事件说 他说从重复起诉的立法的一个意志 的一个根本的立法精神 也就是说我们的253条的规定 253嘛 253的一个规定 他之所以要禁止你重复起诉 其实不外乎就是为了避免重复审理跟裁判矛盾嘛 我才会禁止你重复起诉啊 这就253啊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要从重复起诉的这个根本精神去做判断标准 而不是素质三要素啊 他觉得素质三要素太过于僵化了 而没有从一个253的立法意志来去做思考啊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266页 第一为了避免增加被告应诉之反 公平保护他造的程序上利益 这是从他造的一个立法思考 第二个从法院的角度去思考 避免同一事件产生裁判矛盾 产生大奥分争一次解决 第三个诉讼经济 避免法院的一个重复审理的一个不经济 合理分配司法资源 这个都带有公益性质的法理 好所以呢他说呢267页继续 因此如果后诉前诉分别进行 导致重复审理判断矛盾可能 就认为后诉是不可以另外独立其化起来 以及以前后两个的一个判决基础 诉讼资料是否共同的判断化起来 所以你就要去本质的去看 这两个案子有没有重复的一个诉讼资源 是否共同或者是判决基础 是否有重叠的部分来去判断 但是呢他有说你可以透过前案的一个数字变更最佳 或者是提及反书来提解释 你看是不是跟旧同一事件说很不一样 对不对 就非常不一样 好所以呢顾 他说虽然两个诉讼标的并不相同 可是法院已经到产明义务 来画起来 已经进到产明义务了 可以期待原告 或者是被告 原告可以在同一诉讼上做数字追加 或被告可以来去做反诉 你看同一诉讼上的数字追加或变更 或是被告的一个反诉 居然竟然另外提起 居然另外还去做了一个别墅 应该可以认为 应该可以认为 并没有公正的税刑诉说 而且有害于合并审判的一个公益 公益化钱 他这里讲的公益其实就是要带进 我们刚刚讲的266页的下面第二跟第三 他就故意带进这个公益的色彩 因为你要带进公益的色彩 才会有强制的效力 这边先记着 他的说法一定要带进公益的色彩 才有强制的效力 这是有伏笔的 来去试用重复起诉禁止原则 拨回改诉 就是拨回后面的个数 所以像我们这边过去的那几个案子 他就认为是重复 所以后诉都还是一样 别诉禁止 要通过253 29才听拨回 好 此时遭到不回所产生的实际法上不利 不管是消灭时效 或是其他程序不利 比如说裁判被缴带 律师费的一个支出 就应该要致负其责 因为已经通过产名机制告诉你 请你不要走别墅 此外既然法院已经明示 他行使权利有个途径 就可以正当化限制别墅的一个情势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经过产名之后 你后诉还是另外提起 这应该要认为后诉送的 徐老师他有带到这一段话 他说 这些啊 这几个案例 既然我都已经透过产名 叫你在前诉的部分来去 试之变更追加反诉 而你却不做 而仍然就提起了一个后诉送 那就可以认为你后面的一个诉送 是欠缺权利保无必要 然后呢运用 253或者是类推 253这个法理 财定博会 他的说法会是这样子 连过来 不管是类推 接近253 运用253的法力 或者是直接适用253 然后来去裁定博会后诉送 他的说法会是这样 因为他觉得我既然已经产名了 告诉你权利的一个救济图形 你仍然去提提后诉 那你 这个就是一个不正当心事 也就是说 我正当化 我限制你别墅的一个理由 我透过产名机制 去正当化禁止别墅的理由 所以这边记得 透过产名正当化禁止别墅 透过产名机制 正当化 别墅禁止之理由 这个要写 为什么会特别强到这边 是因为江老师提出了一个批评 江老师说 今天我们255条 数字变更追加吗 有强制数字变更追加吗 没有吗 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 我们的反诉 有强制反诉吗 没有 没有这样的规定 所以江老师去质疑了一个点 你凭什么 透过一个理论 然后就禁止 人民的诉讼权 人民的诉讼权是什么 宪法所保障的 宪法所保障的 那你只是一个 你连法律都不是 要讲白了 就是他会觉得说 需要是他们这一派 你连法律规定都不是 你这个心同意 是因为说 第一个过于抽象 你变成说 你还要再去实质看 这个个案中 到底有没有什么重复啊 什么审理内容 什么相同啊 你要再去看实质内容 然后又过于抽象 什么叫重复审理 什么叫裁判矛盾 个案中有时候很难去试用啊 那你可以因为这样子 只是在一个法律层次的东西 然后来去限制人民的诉讼权吗 他觉得这太过武端了 这已经到了宪法层次了 好 所以在这边 来光吴三对新同意事件 说的一个批评 他说 此一家数字变更追加反诉的容许 扩大推论于禁止 重复起诉的立法标准 其中就可期待性 所谓的可期待性就是指说 我产名了 我就可以期待你禁止别墅 好我就可以期待你再做 本来数字追加 真的可以期待嘛 这样有公正程序嘛 好会不会过度延伸 你会过度解释 那这是有讨论空间的 也就是说民事说法 我既然没有强制你反诉 强制变更追加 那 为什么 这些德的规定 因为你去看二五条 反而就是德嘛 反诉也是德嘛 这些德的规定变成 被你这个台大方的一解释 变成阴啊 他觉得你这个过度解释啊 好 然后有禁止令诉的一个效果 此推论的结果除了 除了啦 他就提醒你说 除了你可以减轻 罚你的负担之外 对于当事人的处犯权 冲击过大 造成突袭 纵然啊 加上法官阐明的一个要件 所引发的问题也是 是否造成法官 对一照的当事人 特别的一个照顾 这样有没有公正 就是有没有公正中立的 一个伦理的问题在 你都偏袒原告方 都告诉他可以追加那个 可以变更那个 那被告方心里面会爽吗 你那很公平吗 你是不是特别照顾他 那对当事人 对于法官公正的一个期待 是不是这个可及待性 跟可信的行动 全部都降低 不要忘记 我当初举的那个例子 法官只是说请坐 我这样当事人就俩工了 我觉得你为什么叫他请坐 我没有叫他请坐 他们光这样就可以抓狂了 更何况你说 诶 原告你可以追加那个 诶 你就出这边跟一下 这样子可以符合法律 那被告 心里面就是更不爽啦 好 而且因为当事人 法院阐明就导致 我的处分权被剥夺 你看如果依照台大帮 你刚刚解释 你一阐明我 诶 我就禁止别墅了 我就 处分权被剥夺了 我宪法上的一个书用权保障就没了 我这样对吗 因为你一句话我就不行了 好 有没有违反比例原则 和线性问题 因为教老师他带到和线性问题 好 所以教老师认为 除非我们线刑法改成强制反处 强制数字别更追加 或者是强制科与法官惨异物 否则呢 对于后诉的一个 这些重复禁止原则 太过武断 不当地剥夺当事人实体法上权力 又有危险之余 因为这样是把它延伸到 进入到宪法层次 所以 刚刚我们再回头看徐老师这边 徐老师他就一定非得要把他的理论 提升到公益层面 这样才能够对抗江老师的和线性质疑 懂吗 所以这故事就这么精彩 所以台大方跟正大方的一个故事 可能都比民宿还要精彩 这样子 接下来 我要你们回去 回去做268页的正大的这一题 我们回去做这一题 然后我们做完之后 我们下一次再来解一下这一题 当然课本上面是已经有 有内容 但是你们自己先解 不要看内容 就是你们自己先解 解完之后 我们下一次再来说明这样子 好 我们今天就补上一次的 先上到这边